我常想着黑莲使者的话 说奎刚亲了天庭占了地府 将玉帝赶出天庭 我一直以为此言不虚 什么此言不虚啊 我总觉得 我们处在一个骗局之中 我们不过是一盘棋上的一颗棋子 哥 你这却是什么意思啊 俺老朱是老实人 不懂大事与有话直说便是 奎刚 已经来到了世上 你说什么 奎刚已经来到 那他在哪儿呢 正我我知道 但是我能够实实在在地 感觉到他的存在 所以我说 灵儿绝不是什么奎刚的用力 可他会是谁 可 你这意思是 玉帝在骗我们 他究竟是谁 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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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很 broke 爹 ignon 闭饵 爹 爹 爹 杨泽 谋乃 险胜二郎真君 杨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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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二郎神 正是 请长者视我如亲子 如有事 请呼我的名字 杨锦 大神 大神 是你 二郎杨锦 天界大盛 竟能跳出投胎之门 真是名不虚传 如果你以为能够那么容易逃脱 那就说明你太低估我了 以你的法力不要输我 就是玉帝恐怕也要逊色三分 还算明白 你从冥界逃出来 是要找到实感当榜 是 晚了 可能也就在明天 他就要带领玉帝的法身回到天庭 到那时 你们的一切 就要完了 邪不胜正 我永远相信这股皇帝 不行 在我眼里 玉帝才是邪背 正邪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是在是非在 你做了什么样的事 是正是邪 是事是非 别人心里清楚 你自己心里更清楚 我只知道正心正义正行就是正 大神不妨用这个最简单的标准 衡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都是为君子掩出来的鬼话 我从来不信 什么正心正义 人连自己都丧失了 还活着做什么 恐怕这几个字的含义 并非大神所说的如此表象吧 想不到二郎神还是个虚伪的魏道士 也罢 我也不多说了 你是自己跟我回去了 还是要我动手 杨姐虽然力所不及 但仍要尽力一事 对你我不愿用自不量力这几个字 但我不得不说 你的确很执着 少说废话 动手吧 你可能认为我是世上最邪恶的人 是吗 这样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耐心听 俗话说一打三分低 讲故事总比动手要强吧 小神喜耳恭听 你应该知道 我曾是玉帝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 小神知道 你是玉帝的外神 因此你我也应该算是有些亲戚关系 那是三万三千节前 少昊为天地之时 当时南方仍在乱神的统治之下 蛮荒落后 那里的人更是凶狠残暴不服教化 少昊为了收服南方 把我请去 让我将天庭的教化传到南方 令其臣服 是 陛下 小神应召前来 不知有何拆解 朕想派上神到南部宣传我天庭的教会 不知上神以为如何 陛下 南部受乱神控制 那些人与我们事成水火 正因为如此 朕才要派起上神前去 和天庭教化 宽和游脸 舍己从仁 只要我们的精神到 就一定能够感化满意 上神胆大心细 法力高强 我才将这教化的重任交付于你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朕的信任 臣明日便启程赶赴南部 武汉 助手 未ivamente 可见 母母 女士 刃滾 用程库 刃滾 直到 对 你看 来 师父可怪 来干过吗 来吗 我给你转了 拿去 哎哎哎站住 我们听话日竟敢行窃 什么人敢来多管闲声 天下室天下室 你干什么 封了别人的银包 封了谁的银包 谁的阿的 快来 看到没有 这银包是我的 请 今天上班的酒菜 咱们一定请 咱们里面请 里面请 请请 当心脚下 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打尖 您是外地了 看您浪个眼神呢 难怪不知道 阿溜 阿溜 是啊 就是刚才 通银包的奶油 阿溜 正是 一个人 好好地 怎么会起这么怪的故事 他是城里最有名的小偷 以此为生 他的爷爷父亲 跟他们一样 是隔壁 他还是小偷是江 正是 他家世代为道 这点光复 哪怕没有办法 老百姓谁碰到他 算谁倒霉 被偷了还不好坑生 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 这是为何 你不坑生 他只偷你一次 你要是敢成章 将他惹怒 他便偏偏偏 这城不大 所有的人都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 所以谁也不敢想他 我们这个城里怪事很多 有三个难缠 三个难缠 刚才的那个阿溜 你是见过他 他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个是谁 一个是东城的纪念阿修 另一个是南城的恶霸阿刀 这样呢 难缠 那个阿修 是这个城里最美的女 很多富贵公子都要去他外国 可他偏偏不肯 只愿意去做近人 这样的人倒是少见 只是如此就罢了 他每次喊男人说完教之后 他不要名前 只要斩下男人的一根手指 什么 这也是和他睡觉的条件 难道说这样还会有人去找男人 当然有 多得不得了呢 那个阿修长得美若天仙 很多好色之衣 宁可手指不要 也让去争一张阿修那个婚心 所以可观 在街面之上 有很多少指之衣 也就见惯不怪了 你说在街上怎么有那些断指之衣 有的断一指 还有的断了两指 还有的断了两指 这就是了 那断两指便是和阿修睡过两次 你说那第三难缠的事 是南城的阿刀 这阿刀又是什么人 此人身长照二 绑又妖男 专做七行霸士 鱼肉林里之事 城邓人是敢怒不敢言呢 光顾着聊天了 带我给您端面请啊 我王您 好嘞 快点把你干水啊 我们是乱神的教司 知道 你是北方天秦派来的吧 不错 你为什么来我们这 因为我想在这里 穿过天地的教堂 宽和待人 礼貌没险 舍己从人 让这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履于天秦的王法之下 你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难道就不怕死吗 我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要死 你 你 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 去见我们的大教司 嗯 你们不要搞得那么剑拔弄张啊 其实 南方北方天庭 虽然教话不同 总还算是同宗啊 不要见面就像仇人一样 你来南部宣传教话 不是不可以的 哎 大教司 这么不要说话 只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问你们北部天庭的教话 讲的是雍容有礼 舍己从人 我想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我这城中有三个难缠 想必 你也听说了吧 不错 我听说了 我要你依循教话 将这三人改变成好人 如果此事能成 我立刻带你面见南方神王 整个南部归顺天庭 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你的事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到时候 他们真的能改些归正 阿修不再卖银 阿刘不再盗窃 阿刀不再称霸 就算此事诚意 否则 三天之后 你必须离开 我明白了 大教司 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好吧 就三天为限 大教司 真是妙计无双 很灵里 可燈 可燴 可燥 玩吗 你是谁 你是人是鬼 你是人还是鬼 我当然是人 不 你不是人 那我是什么 你也不是鬼 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说你是人 可你不好好做人 因此我不能说你是人 说你是鬼吧 可你确实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 连我也不知道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 你别吓唬我 你到底是谁 哼 我是谁并不重要 今天我来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 像你这样不人不鬼的东西 在地狱里面是什么样的 老公 大家 齐 傅 我 我 真的 你 这 是 我是 你 早 你 抱 你 我 走 我还认识你爷爷和你爹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他们不是人 也不是狗狗 因为他们窃人钱财罪孽深重 因为他们受了乱神的毒害 是贼的就永远是贼 可这一切都错了 他们本来可以改 他们不用忍受这样的痛苦 可他们不改 不愿意改 到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来世他们只能脱生成畜类 任人在割 阿刘 这就是你将来的下场 求求你救救我妈 求求你 我该怎么办 想救自己靠别人是没有用的 还是要靠自己 请你为我治疼名路 如果你还想继续偷下去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我无能为力 请老师放心 我绝不再偷了 好 如果你想超越了生死 便拜我为师随我修行 师父在上 阿刘愿随师父修行 好 明天你将所有偷盗之物 全部归还原主 而后到广场当中宣布 绝不再偷 再当众将你的偷窃的 罪恶的右手斩去 用血洗去你的罪恶 重新做人 好 好 各位 阿刘 盗贼世家 这些年作恶多端 始终致民不悟 昨日蒙安师奎刚开导 才幡然醒目 自今日起 阿刘愿不再偷 没有没有 对对对对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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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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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这奎刚是谁呀 竟然让阿刘斩手不通了 真是了不起呀 你听说是北方来的神奇 教司不是说北方人都坏了吗 我看不清楚 听说北方天庭来的人都非常的善 说了他们的教话 不但今生幸福 来世都能得到好报啊 是啊 是啊 师父 我来 你去把阿刀叫来 那是一只新手 你是阿刘的新生 对 阿刀来 他是阿刀来 放开 老师哥 这就是阿童 大人大人大人 大人大人 你为什么要大人 什么大人 谁让你来到我 我的地盘耀眼祸重 我并没有耀眼祸 我只是在说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任何坏人 只要服从教法 以善心宽厚为念 都能够变成好人 那好啊 那我呢 你当然也可以 怕说我能变成好人 那么吹到我 你不要打他 有点打我 哎呀 不是要我服从教法 把我变成好人吗 好啊 快呀 变哪 实陈未到 实陈未到 什么实陈未到 我看你是来这找死的 我问你 那北方的教法有什么好 宽可有礼 蛇己从人 那好啊 那你就蛇己为我吧 我要你的眼睛 你能不能给我啊 怎么样 能不能 神像天早不关注成军 父嫂要你的命 良辞 奥 不 scrolling 呀 你还哭 你太吓人了 大人 奥 祖父 这奥太吓人了 真是骇人了 这奥 赴摄 你可啊 太怕了 这不是你要的 一只够不够 如果你要的话 我还可以把我这只眼睛也给你 其实你并不想要我的眼睛 只是想显示你的威风和勇气 可你记住 你的这种威风是不值钱的 因为那不是你靠心去服人 你靠你的穷着 你的爪牙 这不是真正的威风 你连你要的东西都不敢接 这就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的勇气 坐 crucified 看见你 快拿来 看见你 看见大家 看见奇怪 姓家 问你 听见了 跟连 走 你 你是什么人 老爷 都要杀了 爹 娘 快跑 你不要杀孩子 你不要杀孩子 你不要杀了 咳 如果你还是这样强凶霸道 麒麟相礼 刚才梦中的情景就会变成现实 彼徒之凡 不远而赴 我还是那句话 服从教化 宽以待人 那你就能变成好人 老师 弟子一顿无知 现今放置老师的深意 弟子尽量摆老师为师 老师 小姐 水来了 洗脸吧 水 一只把我当成一股清烟 挑起来和你说说话 结姐妹就可以了 你就是青烟 你每次接完课都会这样吗 是的 我可以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我只是觉得绝望 为什么绝望 你很美 可你为什么逝血呢 这游戏和男人的残教手 才能让我兴奋 才能让我找到快感 你十一岁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乱神的教司 为你占了一光 他告诉你 你的身体是圣体 每一个男人可以满足你 你必须要嫁给国王 对吗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你本应该嫁给国王 可是你不愿意 就找到了一个不相识的人 破坏了你的身体 国王朕 本要抢你回去 可你却自己来到了妓院 你真的想做娼妓吗 我要找到 能令我发抖的男人 能令我发抖的男人 就是被他死了 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 可是那个季寺 说得对 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 这样一个男人 于是 每次接客后 你就觉得更加绝望 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割男人的手指呢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血能带给我刺激 从那时起 只有和我上船的男人 我都要割掉他们的手指 直到遇到 能令我发抖的男人 我明白了 你还在吗 在 我现在就是死了 也心甘了 我知道 你不是凡人 明定是个神仙 对吗 你的心里还恐慌吗 我想我的心 和你一样踏实 你还想继续留在这儿 做妓女吗 你走到哪儿 我就到哪儿 我绝不许别的男人再碰我一下 否则 我就死了 三天七陷有造 你要我办的我都办到了 阿刘斩手不透 阿刀遣散了恶仆 阿刘已从良改善 你答应我的也该做到吧 好大胆的奎缸 什么三天七陷 你在城中妖言祸重 乱施银法 这是罪不容诸 我一禀报神王 向你这等妖人定要出一集醒方能以敬相由 来人 叫奎缸打杀 是 明白了 这是你的古迹 面见神王 明天就要执行火刑了 你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了 是 来 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带人杀去扶去救助师父 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教导你的 他法力那么高 按道理说 轻人一选就可以逃脱了 可他没那么做 又怎么会希望你又打打杀杀的呢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去 我去找大教司 让他奉缸 来 进来 是 进来 我有话要对你说 有什么话 尽管说 你们下去吧 是 进入我面的人了 说吧 今天晚上 我陪你 好 好 我只有八根手指了 我不要你的手指 我只要你放了奎缸 很高兴 你 看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